HELLO 大家好 我是Hidy 今天想跟大家說說關於小袋 我就是153cm高的小粒仔 所以對於越來越多牌子出小袋 越來越多人揹小袋是一件很開心很感恩的事 因為揹大袋是顯得人更加小粒更加矮的 所以我通常都是揹小袋出街的 不過很多人都會覺得拿小袋出街是無法載到東西 所以今天就要集合我多年來拿小袋的經驗 和大家分享一下有什麼小秘訣 可以擺放日常生活用到的東西 還會有位置剩 所以大家有興趣的話就留意下去 如果你喜歡我的分享記得按下訂閱和旁邊的小鈴鐺 還可以follow我的instagram 你就不會錯過任何資訊 還有今天有Giveaway的 所以記得現在先follow先 講這個題目又如何沒有一個小袋子的出現呢? 最近我收到TeddyBlake他們寄給我的一個迷你袋 很適合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平時怎樣放一些東西 用迷你袋的經驗 這個盒寄到來的時候就非常大 大家看到封面都知道這個袋子有多小 為什麼這麼大一個盒呢? 就是因為裡面有兩個袋子 一個是我的 一個是我來Giveaway送給大家 我也是爭取了很久的 所以大家不要錯過這條影片了 我都循例介紹一下 這個就是他們的塵袋 上面就有TeddyBlake這個牌子 是來自紐約的 然後裡面就是小袋子本人 是不是好可愛啊? 超小的 好像手掌那麼小 你們看到他跟我的頭差不多大小 尺寸是5吋 而顏色呢 鏡頭看起來是更加大象灰 但是真身呢 是偶粉偏灰色 近一點給大家看一下它的細節 它比較挺身的 現在裡面沒有任何東西都不會放下來 上面有TeddyBlake 然後金扣上面都黑了 然後底部有闊度 所以可想而知裡面是可以裝東西的 不是扁踢踢的 它是一個迷你水痛包 沒有任何間隔 然後裡面的顏色是比外面更加偏粉的 肩帶方面有5個孔可以自己調節 我是教到最短的了 現在 如果我斜背的話 就會去到盆骨位 然後如果我側背的話 就會去到大腿這個位 一開始我看到它這麼光滑 這麼硬正 這麼堅定 還想它會不會是皮 但是它那股味呢 是超級厲害的皮味 所以騙不到人了 然後我也上了他們的網上看 它是意大利製造 是用一種意大利的皮來做的 所以其實真的很香 這股皮的味道 它雖然沒有任何拉鍊 但是如果把鎖帶鎖到最緊實的時候 是這樣的 大約可以放到三隻手指左右 所以也不怕別人偷到東西 小袋子介紹完就到戲肉了 究竟一個這麼小的迷你袋 裡面可以放到多少東西呢 外出當然要帶銀包 如果用小袋的話 最重要是用一個卡住戶代替銀包 這樣放進去才可以放到更多東西 當然如果你說用正常的銀包 這個袋都可以放進去 其實還有很多空間 但是我想放更多東西 所以今天就不用銀包了 我們就用卡住戶代替了 然後就是帶鎖匙 因為怎樣都要回家 我還是用一些傳統的鎖匙 我知道很多人都是用密碼鎖 紙毛鎖開門 連鎖匙也不用帶 就很省位的 但是我抽鎖匙超級大 有我家鎖匙 有長洲家鎖匙 有長洲鄰居鎖匙 有長洲鄰居鎖匙 所以這裡是很多條 不過不要緊 是可以放進去的 不用擔心 裡面的空間還是無限大 我們繼續 然後作為一個好女生 當然要帶紙巾 通常帶迷你袋 我都不會帶整包紙巾 這就是攻略之一 帶半包至大半包就夠用了 這樣又可以省少少位 然後抗疫期間 當然要有MARB 一個比較細枝的搓手液 還有一個摺得上的口罩套 是必備的 在這個時候 你看看裡面 還是扁的 還可以繼續擺東西 大家都是女生 總有幾天不方便 所以袋裡 都會有一塊後鼻的M筋 然後外出一定會帶就是耳筒 再來就是我之前介紹的迷你收納盒 裡面放了頂夾 橡筋耳環 還有一隻後鼻的Cone 有巧有巧 我就不會在家裡噴香水 因為怕刺激到他們 所以我會帶一支迷你香水出去 自從收到這個手工香水之後 我終於可以噴香水了 其實我有很多香水 但是30ml 50ml 我帶不到外出 這個手工香水只有10ml 而且它的味道很香 很大 黑加蘭紫味 我超喜歡 所以超開心 我終於可以外出的時候噴香水 然後我會帶上Chartuberry的粉餅 因為它裡面有鏡子 而且我喜歡它的粉 有遮瑕度 有顏色 所以如果有什麼脫妝容妝 用它來補妝 是會比較完美的 而最後我會貪心一點 帶兩款唇膏 一支是我出門的時候用的 然後另一支會帶一個迷你版的 不同色調 不同妝感 如果有什麼心情 場合轉換 都可以轉一下 其實現在看到裡面還有很多空間 我都還沒放滿了 還可以多放一個環保袋 如果外出買東西的話 就不用加錢 或者不環保 要買膠袋 這一刻我還是可以吸收 雖然不可以吸收到剛才這麼小 但是絕對都吸收到 不會變形 不會賺到爆了 其實你看到裡面 放了很多東西 都可能大家未必會帶出去 例如香水 你都不一定經常會帶 但是我都能放進去 所以大家帶你袋出去的時候 只要花多一點點心思 其實裡面可以放到很多不同種類的東西 來到這裡 今天看了Teddy Blake的袋 所以這麼久才會有觀眾福利 第一就是用我Infobox條link 他們現在網站做到60%off 第二就是折上折 用我的Code 就會有30%off 第三 當然是跟大家爭取了一個GIFT AWAY的機會 因為快到夏天的關係 我就選了一個很銳色的橙色 給大家搭配白色衣服 淺色牛仔褲 應該是超漂亮的 拍照的時候都會超突出 這個袋是全新的 因為它有Teddy 裡面的紙皮我都沒有拿出來的 所以我沒有帶過 它的帶子都是原裝的setting 不是我最短的setting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看看Infobox 我就會說一下如何參加 記得追蹤Instagram 通常都是在Instagram裡抽的 如果抽到 然後你不找我 就會有後補 好了 今天跟大家分享了 其實迷你袋真的可以放到很多東西 我們不是不切實際 不是不肯帶東西出去 不是洋什麼其他東西 其實我們的袋真的可以放到很多東西 如果你都贊同的話 記得給個Like和Subscribe我頻道 我每個禮拜都會上載兩條新片 逢星期六月到三點 和星期日近周十二點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 Bye Bye